哔哩哔哩 来来来 往下甩一点 甩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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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非常好 绝对 别动 别动 来 Roll 好 努力 干嘛 没在卡 为什么不买卖 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吗 我等了一辈子 快点快点 买口 买口 买口拿卡过来 买口 等等 没空 快点快点 快 买口 сов 1,2,2,3,4,5,0 2,4,4,0 3,4,0 5,0 3,4,0 5,0 2,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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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6,0 6,0 5,0 6,0 nossa蟹 先把玉米姜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舒适吗 如果你觉得舒适 欢迎那直接来个三连 如果你觉得不舒适 那 实话说 为了这两分钟的舒适 我们经历了噩梦般的十天 那可能有的朋友还不知道 这种装置它有个学名 叫做哥德堡装置 那最早是由美国漫画家 鲁布·哥德堡 在他作品中创造出了这种机械 那它的目的非常简单 就是用最复杂的机械 来完成最简单的事情 那比如说像我们这次主题 就是送一张存储卡 那说实话就是吃饱了撑的 好吧 那其实我很早就看过 国外大神做的这种装置 那我的反应就是 我不懂 但是我大受震撼 巧合的是 自从上次用手机炒饭之后 iQOO想让我们整点活 来体现它们新的 iQOO NEO 5活力版 144Hz刷新率的屏幕 还有强大的双扬声器 那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这个哥德堡装置 于是就开始了 我们漫长的整活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如何制造一个工作的哥德堡装置 要制作这样一个哥德堡装置 首先是要确定主题 就是这套装置 你最重要完成什么 那我们脑子里面 第一个想法就是送卡 那没错 小小一张存储卡 却是整一个剧组的命根子 那确定好主题 接下来就是设计动线 就是你的起始点在哪里 小球通过怎么样的运动 最终落在哪里 那我们本来选择 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来进行的 但是考虑到这个装置 要花费大量时间来测试 会影响到我们小伙伴的工作 最终我们选择在 新装修的五号棚 这是一个完全活动的实景棚 我们在天花板上 做了很多吊点 所以非常适合这样的拍摄 那到这一步 其实都还非常简单 只不过搭一个框架而已 最关键的环节 是在这里 就是设计机关 这个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试过 就会发现这些东西 闷到太多了 一旦超过五到六个连续的机关 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就会变得非常的不可控 再加上我们还希望 保留民事巨峰的一些特色 就是用影视器材来搭建这个装置 难度就更高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联系 在国内做这个东西 比较有经验的团队 最终找到了非常厉害的 哥德堡装置设计师 大吴老师 我确实没想到 居然还有人 真的有人专精这个领域 为了确保稳定性 他们对场地进行了建模 先在电脑上完成了机关的设计 这个过程在爆竿之下 花了大概三天左右 大概长这个样子 和最终装置也大差不差 但是我们在器材式的这个部分 还是留了很多空间 来让我们临场发挥 最初我们想的 就是把一张SD卡 放进这么一个小球里面 把小球的连贯 从起点运送到终点 这是最合理 最完美的逻辑 但是经过我们的实际测试发现 SD卡在小球内滚动的时候 它甚至都没法走一条直线 那我们也考虑过 把SD卡固定在小球里面 那这样一来 小球的重心也不在中间 还是没有办法走直线 所以无奈之下 最终我们放弃了这个想法 那说到这个小球 之前我一直觉得 就只要小球能滚 就可以了 但是等到你真正制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小球的重量 大小还有材质 都会影响到最终结果 一旦球小了不够重 就无法稳定地出发下一个机关 那一旦球大了 冲出路线 把整个装置都会打翻 然后每次一次 就得花几十分钟来复原它 再来调整 特别煎熬 我们花了足足一周 来调试这整个系统 非常爆炸 那现在我们来说说 这个立体双扬声器 是怎么在装置发挥作用的 我们测试发现 只要把手机音量开到最大 扬声器和蜡烛靠得足够近 它产生的气流变化 甚至可以直接把蜡烛吹灭 那这时候你就要精确控制 扬声器 蜡烛还有棉线的位置 让火苗向棉线方向偏移 又不至于直接给吹灭 确实成功驱动了这整个机关 那还有一个转胜及时的部分 就是这个小球 和屏幕内小球对齐的过程 那光这段我们就测试了一天 我们利用了和上次一样的手机群控 那也是因为这块 144Hz刷新率的屏幕 让小球从现实转换到屏幕之后 可以无缝的衔接 也没有一点点脱颖的出现 那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就是如果我们设计出来这套装置 非常流畅地运行到结尾 感觉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那就不够带劲 所以需要有一些随机的变量在里面 让各位的情绪能够被装置所感染 这点其实很重要 所以我们添加了稳定器的这个体感操控 还有倒水这两个机关 那当然在我们测试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道具相机来测试的 不然翻车了我就 但就算是计算好了 这水绝对不会撒到相机上 真正拍摄的时候 我的心还是提到嗓子眼非常紧张 因为变量真的太多了 十有八九就会翻车 所以这就是我们10天之内做出来的 这么一套哥德堡装置 很有意思 但确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完善 尤其送卡这件事 那理想状态下 当然是一张卡从头到尾的 运送到摄影师手里 然后一镜到底的拍完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么做 主要还是因为时间太紧 有的几个部分真的很难调节 我们就只能切了一下分镜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挑战 让我们做得更好一些 那同时我也佩服油管上的 那个哥德堡装置的大佬 以前我想他可能拍个视频 最多就花三四天 但实操以后我发现 没有十天半个月或者一个月 根本做不了这种系统 那最后也非常感谢 iQOO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有机会去尝试 各种新奇的想法 这次iQOO NIO 5合力版 也是非常不错 870处理器 144Hz发新率的屏幕 强大的夜冷散热 还有双延伸器 让这个多年不打游戏的吃鸡菜鸟 也能够听声变味 配合高刷屏的游戏体验 也绝对是一流 那也不难发现 它在我们这次的装置中 都有所体现 那好了 非常感谢你能够看到这里 欢迎点赞 投币 转发 收藏 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